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今天就是六四事件三十一週年 環球時報老總胡錫進 在Twitter上對這件事發表了看法 他就說 天安門事件為中國社會接種了政治疫苗 這件事使得中國能夠不再受任何顏色革命的影響 在三十一年之後 暴動就在美國蔓延 美國只是考慮將暴動出口 但沒有想過為自己接種疫苗 根本上胡錫進這些人反映得出 在過去三十一年以來 完全沒有作出過半點的反省和自我檢討 這班人至今仍然想抵賴 說當年的學生運動背後有外國勢力的指揮和操控 從而試圖合理化和正當化 政權去鎮壓學生運動的決定 其實這一招用來用去也是這樣 換作在今時今日香港這個時空 他們一樣指控香港示威者和抗爭者背後有外國勢力的指揮 實情有還是沒有 全香港人除了藍絲之外 大家都心知肚明 一味在抵賴 毀過於人 將自身的不足 說成外國勢力的滲透 總之政權本身永遠不會做錯 有錯就是人家錯 有錯就是外國勢力的入侵 反正自己永遠不會作出任何反省 這些政權怎麼會有進步才行呢 胡錫進在Twitter寫完這個貼文後 又在環球時報發表了一篇社評 那篇標題就是香港事態向好 愛國愛港民眾團結起來 又是平衡時空 你那些所謂愛國愛港民眾團結起來做什麼 唱美金還是去花旗銀行門口排隊開離岸戶口 還是去換BNO 只懂得用口來愛國 到底這篇社評裡頭有什麼重點呢 首先第一點就是為港版國安法來明羅開道 保駕護航 他說 國安法是不會剝奪香港的高度自治 也不會侵蝕香港市民珍惜的民主和自由 搞一國一制 中國內地社會沒有這樣的意願 北京會向香港派出黨委書記取代特首嗎 當然不會 因為特首地位等同於市長 這個黨委書記就是西環中聯辦的主任 你認不認識胡老總 還是自欺欺人辦無知 然後他說 會把反對派的議員都趕出立法會嗎 趕出很多次了 今天又趕了 有沒有看新聞 媒體總編輯都由北京任命嗎 當然不是 不用由北京任命 一個二個都自我禁聲 自我閹割 自我跪低 自我審查 不用北京任命嗎 簡直是殺案 他還說 這些太過不可思議了 那些宣揚一國兩制已經變成一國一制的人 他們都知道這些是完全不可能的事 他們在蓄意說謊 誰蓄意說謊 請問 昨天這個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忠才走出來說 誰走去反對國安法的那些議員或者候選人 就是等同於反對基本法 是應該取消他們的議員或者候選人的資格 喂 現在今天出來又爬底又縮了 又說這個只不過是個人的溫馨提示 那我想請問這些是一國一制還是一國兩制 蛤 然後你這個中聯辦可以走出來自行去解讀這個基本法第22條 這些是一國兩制還是一國一制 問你自己吧 對比起在2003年之前的香港 當時對於香港的操控是沒有那麼嚴密的 自從出現了50萬人的大遊行之後 發現就不管不行了 於是就不斷插手去干預了 喂 這個是一國兩制還是一國一制 請問 第二個重點是什麼 就說香港是自由港 人口成份很複雜 有一小部分人的確是沒有將中國當成是自己的國家 而將自己的利益和英美綁定 他們是有退路的 賣港賣國可以是他們的選擇 但是大多數香港人的利益根植在香港這塊熱土上 香港長期繁榮是他們實現個人利益的唯一保障 到底這個胡老總想表達什麼呢 他說小部分人沒有將中國當成是自己的國家 但是根據這個香港民意研究所最新的調查顯示 有超過一半人 他的身份認同都只是香港人 只有兩成人說自己是中國人 那怎麼解讀這個數據呢 全部人都說謊 至少有一半的香港人都說自己不是中國人 現在的身份認同 這個是很客觀的 人家做了一個民調出來的 除非你說人家的民調是假的 這樣 而且你還好意思說 沒有將自己的身份認同 定為中國人的香港人 就將自己的利益和英美綁定 你到底知道自己在說什麼嗎 還說這群人是有退路 賣國賣港是他們的選擇 喂 為什麼人家要反對這個港版國安法 為什麼要反對這個逃犯條例的修訂 正正就是熱愛香港這塊土地 才會出來這樣做 還有很多沒有將自己的身份認同 當是中國人的年輕抗爭者 他們事實上是毫無推路的 只有眼前路 沒有身後身 告訴你 不要再在這裡抹黑了 扣頂這樣的帽子給他 有退路的 拿外國護照的 實際上真正有退路的是哪些人 就是那些高幹子弟 特區政府高級官員的老婆子女 建制派立法會議員的老婆子女 以及那些口口聲聲喊愛國 走出來做護旗手搖旗立喊的 那些社會嚴達 全部都是拿外國護照的 麻煩你以後規定一件事 哪一個出來喊愛國的 麻煩你審視一下 他祖宗三代和他的老婆子女 有沒有拿過外國護照的 如果是有的 麻煩你去收皮 請問這幫人哪有資格喊愛國 所以難怪那些網民會 在這裡喻喻你這個中國 就變成了是中華移民共和國 為什麼你那些高幹子弟 為什麼你那些高幹的老婆 是可以猛拿外國護照的 既然這麼愛國 就應該留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那裡建設 為什麼要走 難道外國的月光是特別圓的 你們這些傢伙怎麼解釋 口裡邊喊愛國 實情這種現象 就是人類歷史上 都是極為罕見的 在一個國家裡 做到已經是高幹的 竟然間那些親屬 是可以拿外國護照的 在一個所謂的特別行政區 做到這個行政長官 那些家人 全部都是拿英籍的 梁振英也是這樣 林鄭月娥也是這樣 有什麼資格喊愛國 請問 喊愛國的人 麻煩你自己的老婆子女 首先回歸中國國籍 不要在這裡叫其他人愛國 自己就交腳 那些親屬 這些完全是沒有道理 是說不過去的 環顧全球二百多個國家 你找不找到一個國家 像中國那樣的 那些高官的親屬 全部都拿外國護照 連朝鮮都不會有這個現象 是不是 古代有哪個國家會是這樣 你列舉出來給別人聽 列舉出來給別人笑 或者 有沒有 離開大譜 進來叫愛國 最不愛國就是你這些人 借著愛國的名號來去 弄權來去賺錢 就是你這些人 浪費 接著他那邊社評還說到 美國的制裁並不可怕 有中國內地的強大支持 香港的未來是光明的 澳門、深圳、上海這些城市 從不同的角度展示了中國的強大耐力和張力 香港是中國這些能量不可取代的釋放管道 美國毀不了香港 只要香港不自為之 原來列舉了澳門、深圳、上海這些城市 那是什麼意思 是不是告訴香港人 只要你有中國大陸繼續支持的話 香港遲早就會變成澳門、深圳和上海 這個大家都可以預見得到 就是會變成這些城市一模一樣 就是變成了中國沿海的城市 就不再是一個國際金融中心 這麼簡單 要別人國際社會認可你 才可以做國際金融中心 如果不是 你早上海、浦東和深圳、前海 已經取代了香港 不用說廣足二、三十年 現在又說要去海南那處搞什麼自貿區 一美得過港字 一美在那裡發明藍阿一夢 接著就到趙立堅 這個外交部發言人 今天他怎麼說呢 他批評英國政府計劃 給BNO護照持有人更容易取得英國公民身份 是違反了中英聯合聲明 他指出中英聯合聲明的備忘錄當中 明確規定了英國是不給予居英權 給BNO護照持有人 即是住在香港的中國公民 另外他還說 英國單方面改變有關做法 不單是違背自身立場和承諾 亦違反國際法和國際關係的基本準則 中方對此堅決反對 並且保留採取相應措施的權利 我真的想請問你有沒有具體條文 說違反了哪一條的國際法 拿出來給大家看看 不如又 還是吹水 另外他說 英國這樣做 是會違反中英聯合聲明的備忘錄 這真是智商矛盾 一方面你又說 中英聯合聲明已經成為歷史文件 英國已經履行在中英聯合聲明的責任和義務 你還拿這個中英聯合聲明搭出來 你豈不是輸打贏要 人家要求監督中英聯合聲明在香港落實的情況 你就說已經變成了歷史文件 現在你又在講法律效力 到底哪樣才真的 請問 是不是在搬籠門 有沒有一個客觀的標準 另外他提到中英聯合聲明的備忘錄 前排英國的前司法部長才踢爆了 原來你中國沒有在這個備忘錄當中簽署 一份沒有簽署的備忘錄 到底是有沒有法律效力 到底是否生效 為什麼你當時不簽署 你不簽署代表認不認頭 現在你有需要的時候就拿出來說 你愚蠢的 英國絕對是有自主權來制定出入境政策 是無需要你中國去干預英國內政 我告訴你 BNO就算都歧視平權也好 不平權也好 跟你都無關 剛剛才 最後就想說說 中共中央黨校的前教授蔡霞 她在一個Twitter貼文上說到 中國強推港版國安法是會毀壞了香港 實情她說這番話的時候 已經身處在美國的紐約了 已經反映了一點 就是中國根本上沒有言論自由 你要遠走高飛遠走他鄉 你才能夠暢所欲言地表達個人意見 當然她說這番話 無論如何都好過那班離岸愛國者 手裡握著外國護照 但那把嘴子熱愛中華人民共和國 手裡握著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旗次 那班人更加知不知所為 這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